溫馨提示,是呀,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手法有手慢无 继Gigi, Chantelle, Yumi, Archie, Aftercast 之后 Ascar 拥有自己个人的作品 色彩背后,电视剧 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2.0 主题曲 即将有个人作品,一直都讲的 除了有石仔之外,还有 Windy 相信还可以加多一个,就是年者 因为之前在Johnny Yim 的 IG 限时动态 连者已经在录音 同样,来自Johnny Yim 的社交平台 Gigi 都在录新歌,遥距录音 即是Gigi 还在内地工作,还未回香港 未知今次会玩什么曲风 又来让我乱吹一会儿 我觉得Gigi 可以加少少的电子 将它由 Pop 轻轻偏离一下 带一些 Indie 少少的另类风 因为Gigi 可以玩型格 偏离 Pop 的话太多 普罗大众未必接受 但加少少不一样的元素装饰 可以令他性格一些 和其他人变得很不同 纯粹在吹水,不用理我 反正理我都没用,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从来未试过这么期待一班人推出新歌 好像抽象一样 到底下一个会是哪一个呢? 会不会是十五个人,人人有份 会走什么风格,就像抽盲盒一样 可能会很失望 也可能抽到这个隐藏版也未定 虽然说现在的歌星做新歌 可以有很多渠道 不一定要靠传统平台 声梦都有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发表原创歌曲 但单靠这些个人的平台 可否将它们带到一个更远更大的舞台呢? 台湾春郎除了有演绎歌手参加之外 也有数人参加 我以前也有同事参加过 但他没有因为参加过春郎而成为歌手 台湾和国内都有不少大型选秀节目 很多数人的乐手都参加海选 最终的目的都是想得到大公司的垂青 即是你想就上声声不息这类的舞台 就真的要靠电视台、唱片公司才有这样的机会 录自己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 但假如你有点野心 之后要做的事才更重要 声梦二很快就面世 希望在声梦二比赛完毕之前 声梦一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作品 先不投筹也好 后来居想也好 人人走出第一步 一步一步为乐坛带来新面孔、新声音 暂时声梦几首派台歌 我最满意就是Yumi的Breaking my Heart 应该是我在听电台的时段里 听到最多次数的一首声梦作品 坊间有不少快歌 但玩怀旧电子舞曲的就不太多 Breaking my Heart即是成功学立鸡群 决定走路线的幕后功臣 真是应激一功 声梦如果可以再加快一些推出新歌的步伐 就更加好 不过新歌紧要 新意都更加重要 希望大家都用点心 好了 题外话 这一边的channel 好像上一集所说 都开始步向5000个订户 另一边的channel 是这样的 大家订阅了没有? 我希望它快些可以到1000了 看回之前的节目 我真的很担心《今宵大夏2》 我发觉就算我说《今宵大夏2》的节目 那几集的点击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再看看今个星期刚出炉的收市 又跌了少少了 怎么办呢?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